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一年过去了 但是我想神的恩典 在这一年当中,这是数算不尽 这一年当中 神一直在教导我一个功课 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但是我想在分享之前 我要再次的谢谢赵牧师 也谢谢贵教会 再次给我这个机会 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 那宣教其实不是宣教师或牧师传道人的专利 其实宣教是主耶稣给众门徒的一个呼召 如果你还记得在上次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提到大使命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的最后面 主耶稣跟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来遵守 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一句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也是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以前 最重要最后的一句话 给门徒的一句话 所以这一句话呢是给我们众门徒的 那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们 神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到万邦万民当中 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只是只传给犹太人 而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来说福音不是只给我们华人 更是给万邦万民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来关心了解 跨文化的一个福音行动 没有错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同胞 没有错我们要跟我们的同胞来传扬福音 但我们更不要忘记了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已经上百年之久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这一个福音的最后一棒 我们华人教会 我们华人要兴起 要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能够走出去 所以在这一年当中 神就一直在教导一个功课 就是这一个经文 我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经文这样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就结出很多果子来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那我们再次来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来是那也敢来 但你却愿意把我们 接在这个枝子上 使我们能够长出果子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主你自己的生命 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当中 主谢谢你 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基督徒或者还在目道的 让我们都发现 也明白一个生命的真谛 就是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 你也是创造我们 给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的一位神 因为你爱我们 你对我们每一个人 人生道路当中 都有一个呼召 都有一个使命 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顺服 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 让我们这一生不白活 不白占地图 不白白的过一个 真的是没有目标的人生 让我们生命能够为你而活 主谢谢你 我们就再次的把时间 恭敬交托 在你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在过去这一年 其实我是在去年的四月 就是退下在这个全时间 牧养的一个侍奉 但是过去的一年当中 其实我也是非常软弱 很多时候也非常的担心 甚至非常的害怕 在这四月开始的时候 我等于是没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这一年当中 其实我的心常常是忐忑不安的 很多时候也甚至怀疑 为什么要走上这条宣教的路 甚至 甚至我要跟人家来分享宣教的需要 其实就刚刚牧师提到的 要跟弟兄姐妹到各个教会来募款 其实提到募款我们都很讨厌 甚至觉得很奇怪 甚至觉得 你要去宣教很好 我祝福你 我为你祷告 但是教会没有给你钱吗 弟兄姐妹讲到钱就非常敏感 但是其实募款或者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筹款这个字 其实都不合乎圣经 圣经让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勇敢的奉他的名走出去 而众教会我们都一同领受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应当都是这个大使命 这个宣教的一份子 所以不是跟人家要钱 而是我们大家一起的 有人出去 有人被拆遣 有人受拆遣 一同的来完成这个大使命 这才是正确的观念 也就是说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万山万阳都属于耶和华的 一切都是属于神的 包括你口袋的钱 都是属于神的 然而神教导我们 我们当怎么忠心的在他面前说 主我的生命 我的所有的财产 都是你所赏赐的 在你手中 你要怎么用 随你意 这才是正确的 弟兄姐妹 所以不可否认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担心 我有害怕 我甚至怀疑 很多人也跟我说过一些怀疑的话 说你们在日本宣教的经费这么大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我也真的害怕 而且说真的 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宣教师 甚至有个宣教师也是到日本宣教 他募款了六年 我听了心都喊了一半 我说 主啊 我到底什么时候会走得出去 但感谢主 神的恩典大过我们所求所想 就在这一年当中 就完成了我们募款的目标 而不但如此 神也借着这个机会来改变我 也改变我们华人教会 因为再来就是一个 为什么要去 你要宣教很好 很好 那为什么要日本 我想在座我们都是华人 讲到日本就 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到底是要喜怒 还是要爱还是要乐 真的是这样 那感谢主 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也走了不少教会 那有一些教会的反应 是非常的积极 也非常的热衷 也非常的感动 愿意的来支持 愿意来同工 但也有些教会非常怀疑说 为什么是日本 中国宣教这么需要 或者是其他中东地区 特别现在大家都非常强调了 要像穆斯林传福音 那些地区都很需要啊 为什么要去日本 特别日本又是我们的敌人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去日本 甚至我到一个教会 那个反应蛮激烈的 他说日本该受的 就是被报仇 弟兄姐妹 那我就在想 没有说 其实在这个 预备要去日本的宣教 这一条路呢 我们也上了很多的课 也看了很多历史的documentary 也确实看到日本的恶行 甚至在二次大战当中 他们有一个这个三十七部队 很好说的 是不是 如果没记错数字的话 专门是抓我们中国人 做当实验品 非常残忍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弟兄姐妹们 因为他们没有真理 他们不认识真神 而且让我就想到圣经里面 我们还记得神呼召 那个这个 约拿去跟谁传福音 去跟 尼尼围城的人传福音 而尼尼围城就是亚述帝国 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 他也不愿意去 不愿意顺服 甚至直接就抵挡神的呼召 但是神还是呼召他 神还是来改变他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知道约拿的故事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全讲 但是你就知道 后来约拿去了 而且传了 而且他们悔改了 而甚至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约拿书就是约拿自己写的 那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这本书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把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罪全部写下来 让我们知道 从他的书信当中 我们都可以学一个功课 神爱他的敌人 不要忘记了 我们本来都是神的敌人 神却愿意怜悯我们 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也当学习 主耶稣的教导 爱我们的敌人 未逼迫我们的祷告 虽然这是很难的 靠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神要改变我们 让华人教会进入另一个层次的复兴 而让我们领受基督的爱之后 把这样的爱与日本人分享的时候 我们相信日本也会受改变 真的 神正在日本做工 而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这个图表要跟大家分享 日本是人类有史以来 特别是东京这个地区 是人类有史以来密集 这个人口密度最高 而且是最少基督徒的一个地方 人类有史以来 你想想看 3800万人口在东京 大东京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基督徒是全世界 可以说是最少 当然你说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Josha Project 专门在 美南进行会一个机构 专门在统计世界上 基督徒比例的一个统计单位 他们就看到日本是只有 0.3%的基督 Protestant Christian 就是基督教的基督徒 那如果你说包括天主教 也只有1.2% 很少 他人口有 1亿2千 1亿2千3百万 所以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它是发达国家当中 基督徒最少的地区 所以我们更是要来关心 因为神的心理是要万邦万民 来认识他 来信靠他 而且大家都知道 保罗写一本书信 叫罗马书 罗马书 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 罗马书里面 包括了许多的很重要的 我们基督教的神学信仰 很棒对不对 但你知道罗马书当初 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个宣教的推荐信 甚至可以说 它是个木款信 如果你要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 是真的吗 因为保罗他要去西班牙宣教 而他现在邀请罗马的教会 跟他一同来同工 所以他写了这封书信 告诉罗马教会说 我所传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 我们犹太人犯罪抵挡神 那些外邦人因为不认识神 也抵挡神 都是罪人 都是灭亡 但是神爱我们 给我们人类一个救恩的机会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所以他把这样的很重量 很有分量的一个神学真理呢 写在罗马书里面 前半部都在讲这个 后半部告诉我们基督 该怎么活 那最后的结论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 原来他写这封书信 是给罗马的教会 邀请罗马教会 来帮来支持他 来帮助他 让他可以到西班牙去宣教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看到了 圣经给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基础 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就是一同的来 投入神的大使命 所以盼望我们 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们不再是去募款 筹款 而是怎么样 我邀请你 让我们一同来同工 让神的爱 神的道 能够在日本这样一个 没有福音的地方 被广传 或许你说 我对日本没有负担 It's ok 或许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民主 你有负担 不管是哪个民主 我们都当来关心 因为世界上到现在 还有六千七百个 未得之民 那什么叫未得之民呢 上次我来有稍微分享 不是你家隔壁 那个还没有信耶稣的 张三李氏 不是 是因为他们住在一个 基督徒少于2%以下地区的 就属于未得之民 在世界上 还有六千多个民主是如此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基督徒 如果宣教师不去的话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得救 虽然我相信 神在永恒的旨意当中 已经预定了一些人 但是预定的救恩 并不是说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去做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做 我们才可以看到 神要拯救的人 成为他的儿女 而我们一同领受 这样的大福分 弟兄姐妹们 因为如果我们不顺服去的话 神也会呼召别人去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就是我们看到 在历史当中 受日本人欺压的民主有谁 我们中国人还有谁 韩国人 但你知道在日本最多的外国宣教师 除了美国人之外 是哪一国人最多 你知道吗 是韩国人 那你知道我们华人派去日本宣教师 有多少吗 我不知道北美 但是我是台湾背景 从台湾去了不到十个 那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去 我不确定 但是再怎么说 是很少 因为我们就是有那个民族仇恨 但弟兄姐妹们 不要忘记主耶稣的爱 不要忘记主耶稣的饶恕 韩国基督徒也同样蒙受这样的痛苦 但是他们明白一个重点 主耶稣的饶恕跟怜悯 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当学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 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宣教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个人的工作 我有他能够成就 第二个方面 让我们看到宣教师 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考验呢 因为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 神说成就就成就 神说要供应就供应 这也是今天等一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 第三个 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学习信心的功课 不再只是纸上谈兵 而是真的要透过精力 能够看到神的作为 再来一个 就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文化去 我们不是去救人 而是看到神已经在救人 我们与神投工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众教会可以看到 神是信实的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大家一同的来投入 普世的宣教 因为说真的 要跟穆斯林传福音也是非常困难 其实要跟谁传福音都非常困难 都有不同的挑战跟功课 但我们不能因为看到挑战跟困难 而不顺服来回应神的护照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那今天的经文呢 其实在马太福音 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重点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先求 这也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信息 告诉大家说 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到底是什么 一生最重要的是 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 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那这一句话呢 其实就在马太福音的六章 主耶稣教导门徒说 我们该如何活一个天国的人生的一个教导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那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 因为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就在讨论什么 就在讨论说到底我们要不要去追求马门 也就是金钱的意思 到底我们要担心吃穿用等等这些财务的需要呢 还是什么呢 因为主耶稣就在这当面告诉他们说 我们不要为生活而忧虑 那这一句话到底在讲什么 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努力赚钱工作呢 不是 或者说我们就不需要有稳定的工作呢 不是 而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高的追求 没有错 我们生活 我们要照顾家人 都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当有一个 要有工作 要工作 没有错 这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重点 我们不要忧虑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 把我们的一切的渴望跟需要放在神面前 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而是要靠神的恩典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还是要工作 还是要赚钱 但是这不是我们生命的追求的目标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 主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这一切必加给你们 那个先求这个字 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字在讲什么 以神的国为首要的一个信念 这个先求的意思就是 first priority 但是这个更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经文 来更强调来解释 但是在讲这个之前 很多时候说 好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那上帝摆第一 那我的家人摆第二 然后教会摆第三 然后侍奉摆第四 然后就这样 这样子好像听起来蛮对的 但其实不对 为什么 那我们就看到 圣经里面有法利赛人的一个例子 那法利赛人说什么 哦 我不需要供养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钱呢 已经奉献给 在圣殿奉献给神了 好 那奉献了嘛 钱不够了 那家人就不用照顾了 那主耶稣就教导说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那到底是什么 到底忧心次序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忧心次序不是在说 哦 我们一定要规定十一奉献 当然我不知道贵教会是怎么 来看十一奉献 我个人的看法是 十一奉献不是个规定 旧约确实有这个规定 新约来说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也就是说什么 你百分之百都是属于神的 而你要怎么 你可以这个月十一 下个月十二 或者下个月只有十分之一的一半 whatever 重点是甘心乐意 照着你的能力来奉献给神 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的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再来我们要看到一个就是不是这个一二三的次序 而是神在中心的一个重点 神是你生命的中心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当以神的价值观 神的一个角度来看待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关系 跟每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对着其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只更加认识神 一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使你们行事为人对着其主 意思就是说什么 主是你的中心 那我们看这个接下来这个英文的解释 他说主是你的中心 所以你的重点 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要讨主的喜悦 也就是说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 都是要以神为中心 而这边就让我们因为我们以神为中心之后呢 我们就会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范围 包括家庭工作 还有教会或者是学校等等 都应当是因神为中心来影响我们 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一个价值观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来结出果子 因此结出果子之后 不但我们个人更认识神 也让我们身边的人 因我们的缘故更认识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 那不但是以把神摆第一 是把神摆在你的生命的中心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我们可以说 我把神摆第一 就是我就是把教会摆第一 那也不对 或者我把神摆第一 我就把我的侍奉摆第一 那也不对 真正对的是什么 主我把你摆第一 不管我在教会也好 在家里也好 在工作也好 不管我走到哪 我就是把你带到哪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的生命就当 影响我 使我能够照着你的价值观 你的方式来做决定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非常重要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以神的中心为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都会受影响 在美国有一句话很流行说 He who dies with the most toy wins 这就是一种物质的追求 你知道吗 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我信耶稣 我说我把神摆第一 然后我活在这种的光景当中 有可能 如果你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话 也就是说什么 神爱我啊 所以上帝要祝福我啊 上帝是伟大的啊 所以我有生病的话 我跟神求 神要医治我啊 我财富有困难的 我跟神求 上帝要让我有财富啊 我就把神摆第一啊 我谢谢主爱我啊 其实这 已经听得出一些问题了吧 那就不是以神为中心 是以神的祝福为中心 上帝你给我 还在去年 是不是在去年 今年年初 CMC财传大会 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 有参加了 你听到有猫狗神学 就在讲这个 很有意思 意思简单说 狗就很忠心啊 主人给他一点好处呢 他就非常忠心 乖乖的听主人 要他做什么做什么 猫呢就是 永远都是给我给我 当然我是爱猫的人 这样讲的就很不公平 Anyway 猫好像就是这样 你就永远都是 绕着他为中心来赚 弟兄姐妹们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要了解 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刻 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所以你的人生的主权 不应当在你的手中 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自己操组 上帝啊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拯救我 好 那我有这个计划 要做ABC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力量 给我智慧 来让我完成ABC 这就是一个猫的观念 那一个狗是说 神啊 Whatever 你要我做什么 我愿意做 所以这个就是 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方式的价值观的不同 你看到了吗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说 我们要了解的是说 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去赚钱 努力工作 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讲这个对比呢 因为确实 人最渴望 人最这个崇拜的对象是什么 就是钱 所以主耶稣你不 就教导我们说 你不可以敬拜神 又敬拜马门 用这个很强烈的对比 因为我们人都以为钱 有了钱就有权利 有了钱就什么 就是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 有钱就可以自己享乐干嘛的 但弟兄弟们不要忘记 钱财只是个工具 我们要怎么用 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 诗篇要这样告诉我们 别人发财 家世 真荣的时候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走 他的荣华不能随他 随地 随他下去 他在世的时候 虽然自称是有福的 并且说 只要你富足 人就称赞你 他还要归到 他历代的祖宗那里去 永不再见光明 人享福而不聪明 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 基本上就告诉我们 财富不是我们当追求的对象 但是神有没有可能给你财富 有 但是财富是个工具 你要怎么善用它 在神的国当中能够投入 再来一个经文 更经典的 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祂赐给你的 所以不要忘记了 一切一切都是神的 包括你的生命 而今天神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我们忠心的 在祂面前说 主啊 你要怎么用我 那我们就聆听主的呼召 忠心的顺服 去做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追 这个财富有三 神给我们财富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就是我们供应家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我赚了一大堆钱 那我不给我的孩子 或者不给我的太太 永远都是我在管钱 这种态度是不对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 第二个 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就是那些贫穷 或者遇到灾难的人 我们当用爱心来关心 第三个 就是投入神的事工 不管是地方教会 或者是普世宣教 都需要我们的投入 当然我今天不是主要要讲奉献 但是我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为什么说 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以追求神国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这个强烈的另外一个对比 就是以金钱为生活方式 因为这就是世界的追求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再来第二个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意 到底神的国和神的意 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这个要花很多时间讲 我们时间已经快要不够了 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神的国呢 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如果你的生命是被神掌权的话 你走到哪 就是把神的国带到 所以弟兄姐妹 这就是主耶稣教到 我们当求是什么 求神掌管我的生命 我们要先求的是神的国 也就是神掌管我的生命 让我走到哪 就把神的国带到哪 再来第二个 神的意是什么 就是福音 神的意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在 在这个哥林落后书告诉我们 神的意 上帝使那无罪的 替代我们成为罪 好使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上帝的意 我们因基督的爱跟饶恕 我们成为神的意了 因此我们走到哪 就把神的意带到呢 就是福音 就是那饶恕的 美好的好消息 所以也就是这个上一句话 我来做个总结 就是说神的国就是彰显在他 神的国就是神彰显他的真理 爱管理在每一个生命或社区当中 神的国是属灵的意义 就是提到基督的掌权 当然神的国还有提到实际的掌权 就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 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 简单说 神的国就是一个 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 当我们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身上 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 而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也给了 我们一些例子 特别是运动的例子 大家知道吗 运动员是他为什么要去运动 因为他有个目标在他面前 他用这个Olympic的运动员 他四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他花很多时间在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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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那一天比赛 我们基督徒人生也是这样 我们在赛跑你知道吗 我们若不跑的话 我们就会被世界给淹没 但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 我们靠着他 我们可以跑完这个人生 但是圣经有给我们另外一个图画 我觉得更是恰当 就是战争 战争的比喻 怎么说呢 因为战争是长久的 而且要打仗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价值观开始不同 因为生活安逸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财富 很多的物质 要打仗的时候 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带一个背包就好了 背包里面家里的什么 特别是灾难 南加州常常火灾 大家要预备好 火灾来 第一个拿走的是什么 你的什么 这个这个 护照啊等等 这些重要的文件 其他都不再重要 就有点是这个概念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是个属灵的征战 也就是说什么 魔鬼撒旦 他用各种方式要迷惑人心 要毁坏教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上当了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基督的爱 跟基督的价值观的中心 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 内在的情况跟问题 或者教会外在的各方面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用这样的价值观来看 以至于我们有主的爱 跟主的怜悯在这其中 我们都知道二战时期 本来美国没有投入战争 但是英国一直要求他们来帮助 他们有帮助了一些 但也没有全面派兵 但我们知道欧洲那时候 希特勒打的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样子 那在东方呢 其实当时中国已经跟日本在打 但是美国也没有资源太多 但是一直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日本来轰炸美国的珍珠港 炸了之后就把一个巨人炸行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就投入战争 投入战争的时候 他不打不行 因为美国人当时终于明白 这个战争不是跟我无关的 如果我不打的话 就会出事 所以他们投入战争 我想用这个比喻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是一个necessary fight 必须的战争 弟兄姐妹同样道理 今天如果说我不喜欢战争 我不喜欢属灵的征战这种持续 哎好烦哦 好压力好大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种心态的时候 我们就被魔鬼打垮了 不得不进入战争 但你说我战争 那战争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你不一定是打前锋的 对不对 那前锋要打得下去 后面后勤部队有多少 要很多啊 不然打不下去啊 对不对 所以说每个人在这个战争的大场面当中 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跟神问 神会告诉你 我不能告诉你 你可能是个资源的角色 如果没有人拆派人出去的话 人就走不出去 所以都很需要 弟兄姐妹 这就是个属灵征战 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 这个耶稣告诉我们 这一切必加给我们 也就是说 神告诉我们 就是有个征战 我们要去打 而我们怎么可能打的圣仗呢 就是因为神应许了 他要加给你一切 让你打圣仗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所以说让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有个例子 我们时间缘故 让大家知道 就是在前线打仗 跟后面管兵器的 一同蒙受神的祝福 所以不是出去宣教的人 有多伟大 而是我们一同的领受神的恩典 我们都可以一同的 在神的大使命当中 一同来同工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 在斯托德他讲的这句话说 宣教是从神的心来发展出来 他透过神的心发展出来之后 他就传递到我们的心当中 因为神是一个 global outreach 神的关系是世界性的 而且他要怎么样 他也是对着全世界的人类 因为他是全世界人类的神 弟兄姐妹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 让我们一同的来投入 因为普世宣教是神的心理 而且今天再次的强调 基督徒这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一切主必加给我们 让我们完成这个大使命 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 一同来跟我们同工 虽然我们在经济上 已经达到目标 但是宣教是个长久的征战 所以如果你有负担的话 我们我留了一些 我们带导的一些 还有一些奉献的一个方式 留给我们的赵牧师 如果你有负担的话 你可以拿一些 不管如何 请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们在前面来 前线在征战的时候 不是可以靠我们自己 可以打胜仗 一定要众弟兄姐妹 一同的来投入 让我们一同的 在见基督的面那一天 能够向主交上 而主可以跟我们说什么 你们这一些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们可以与我一同来享受 天国的美好的 一切的荣耀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主面前说 主啊我愿意 让我来回应你的呼召 来为主而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谢谢你 因为你的话语 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世上和地上的一切情谊 都要过去 唯有遵行主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而主你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追求 你的国你的义 不但是在我们自己 个人的生命当中 你的国你的义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发展出来 更是重要的是 来传遍天下 因为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的地区 没有听过福音 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 主要就我们求你 求你感动你的教会 感动你的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的来投入 这个大使命 主谢谢你 把一切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直到永远 祷告奉耶稣基督神 阿们